黑鸡鸡 super bird 资讯以及为什么要多吃鸡蛋的原因 首先看蛋黄的颜色是无法判断鸡蛋品质的好坏的 至少是在最近几年是这样 因为厂商加了人工色素在蛋黄里 厂商可以按照农夫要的颜色给蛋黄上色 而且还有15种不同的色调可以选择 可以在黄色和橙色之间选择蛋黄的颜色 所以现在基本上无法通过蛋黄判断有多少营养 也无法通过蛋壳的颜色判断营养的含量 鸡蛋的营养量要看饲养的方法和吃的饲料熬定 在讲鸡蛋的好处之前 我们先来快速讲解一下市场上关于鸡蛋的各种术语 一,自由放养鸡蛋,free range 这是指鸡不关在笼子里 没有笼子,但是不一定是野地放养的 只是鸡有机会去野地 可能是养在一个鸡舱,开了一个小门通往外面 但是很多鸡是找不到出口出去的 另外在自由放养过程中并没有现场检查 所以自由放养鸡有很多模糊地带 二,无龙饲养,cage free 这是指不关在笼子里养的鸡,比第一个自由放养鸡稍微好一点 三,A级鸡蛋,是指鸡蛋的外壳形状很好,没有裂缝 这完全是行销术语而已 四,巴式杀菌鸡蛋,pasteurized 这不是牧场放养的鸡蛋 只是英文发音和牧场放养的pasteurized 类似 巴式杀菌鸡蛋是指把鸡蛋加热杀菌 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 五,素食鸡蛋,vegetarian fed 这是指用大豆、玉米喂养的鸡生出来的蛋 但是大豆和玉米都是转基因的,不好 伯婆哥医生建议购买有机的牧场放养的 Organic Pasteurized鸡蛋是最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鸡蛋的好处 为什么要吃鸡蛋 一,鸡蛋中的蛋白质是最顶级的 以合成代谢效应来说 这代表鸡蛋能够帮助体内长出蛋白质组织 鸡蛋的蛋白质组织转化成身体蛋白质的转换率最高 比如鸡肉、关节和其他蛋白质 鸡蛋中48%的蛋白质可以转化为身体组织 而肉和鱼只有32% 大豆蛋白只有17% 蛋清只有17% 只有蛋清加蛋黄转化率才可以达到48% 另外乳清蛋白质有16% 那么没有被转换的蛋白质会怎么样呢? 它们会被转化成葡萄糖成为燃料 二,鸡蛋还有胆碱 胆碱对大脑非常有益 胆碱可以在肝脏中当胆汁用 帮助分解胆固醇 预防胆结石 可以有效的对抗脂肪肝 三,鸡蛋含有软磷脂 软磷脂可以分解胆固醇 降低胆固醇 鸡蛋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而不是低密度脂蛋白 四,鸡蛋含有大量的维生素K要 维生素K要可以防止钙进入动脉 防止动脉血管钙化 鸡蛋也含有维生素D 维生素D和维生素K要一起运作 鸡蛋含有维生素E 对于心脏和皮肤都有益 鸡蛋富含维生素A 维生素A具有极高的生物利用 被称为氏黄醇 五,鸡蛋含有Omega3脂肪酸 六,鸡蛋富含维生素B群 维生素B1,B2,B3,B6,B12 七,鸡蛋含有微量矿物质 八,鸡蛋含有类胡萝卜素 有两种类胡萝卜素 一是叶黄素 另一种是玉米黄素 这两种类胡萝卜素都可以增进视力 帮助水晶体和湿网膜 有效预防眼睛黄斑变性 有助于减少电脑手机蓝光的伤害 对大脑也有很多好处 那么如何烹饪鸡蛋最有营养呢? 因为如果煮的太久会破坏类胡萝卜素 所以水煮或者一面煎熟一面煎嫩是最好的 如果炒鸡蛋的话 建议是把鸡蛋打在锅里 蛋白变白 然后调小火 然后把蛋白和蛋黄混合 这可以保留较多的营养素 如果在碗里把鸡蛋打碎的话 营养会比较少 现在你知道鸡蛋的好处了 如果个头大的话吃三到四颗鸡蛋 如果个头小的话每天吃一到两颗鸡蛋就够了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吃两颗鸡蛋 一面煎熟一面煎嫩 我女儿也是这样吃的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